- 打電動你也可以打五個鐘頭啊,你怎麼不覺得累啊? - 我曾經打十幾個小時了 - 我看一下喔,這個叫做第七集嗎? 欸?不對吧? 看一下 欸?好像是欸 - 是教到一個小女孩的故事嗎? - 上次不是教到姊姊的故事嗎? - 只是姊姊後來那個家裡面躲在,然後就... - 就不見了,就突然間消失,讓我覺得一陣惆悵 - 就有點把人家幹了就跑了那種幹 - 不過這好像是很多日本的那個... - 琴瑟文學裡面常常會有的東西 - 他們把他描寫成一種洩購,然後... - 可能因為日本曾經有一段時間真的... - 有很多人就是... - 逃走,就是那個什麼... - 貨殘什麼的,你知道嗎? - 所以可能這...這變成也是... - 也是常常出現的事情,這樣子 - 欸,是這個嗎? - 欸,是這個嗎? - 欸 - 哇,有...有...有附圖呢? - 嗯... - 這是同一個人的故事嗎? - 欸 - 好! - 愛愛玩後吃什麼? - 七 - 喔 - OK,我們念完就... - 就休息了 - 嗯哼,就休息完了 - 嗯哼,就休息完了 - 我躺在...欸等一下,我先把畫面... - 拉成這個 - 對 - 我是不是應該把我的那個臉關掉啊? - 這樣你們才可以去想像 - 對啊 - 臉關掉 - 臉關掉,好 - 對 - 我躺在沙發上,感覺頭昏昏沉沉的 - 然而,我的陰莖卻腫大了發疼 - 完全看不出已經射過兩次 - 噢,射過兩次了 - 喔,射過兩次了,對 - 對,射過兩次很痛,你知道嗎 - 呵呵 - 對,我有試過,這樣...這樣雞雞很痛 - 對 - 可是為什麼會痛啊? - 我不能理解,那個有沒有醫生,那個可以解釋一下 - 對,可能是裡面已經有點真空了 - 那是吧 - 好 - 他把沾滿金魚與銀水的肉棒,舔得乾乾淨淨 - 口 - 連尿道口的一點殘留都不放過 - 看來還可以再來一次啊 - 好,我沒有辦法變身,對 - 嗯 - 它再度跨上我的腰間,一手扶著我的肉棒 - 那次到底有沒有唸過啊,好煩 - 對準自己的音護慢慢坐下 - 甜蜜的聲音聲再度響起 - 赤裸的銅體,香焊淋漓 - 雅麻色的長髮飄散出香味和雅麻色的長髮 - 豐滿了乳房,隨著節奏幻動 - 雪白的肌膚被性興奮染成粉紅 - 除毛厚的陰部,能清楚看著陰唇含著我的肉棒 - 時而前後,時而上下 - 你的真的好大,又好硬挺 - 媽的 - 她一邊嬌喘,一邊讚嘆 - 我看向桌上兩支紅酒杯 - 喝完了那杯是我的 - 而她的那杯一口也沒動 - 難道你在酒裡放了什麼 - 她笑而不答 - 只是彎下腰來,深深親吻我的嘴唇 - 而靈魂的舌頭,糾纏著我的舌頭 - 柔軟的嘴唇,緊吸著我的嘴唇 - 她,陳惠 - 闊別三年,我再度和她交合 - 這要從三個小時前說起 - 蛤原來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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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她還有亞麻色的長髮 - 亞麻色的長髮是白的嗎? - 亞麻色的長髮是白的嗎? - 亞麻色長髮 - 亞麻色... - 所直接講過 - 講那個染成橘色長髮就可以了 - 大概吧 - 亞麻色的好像很罕見 - 好 - 看好 - 三個小時前 - 下班之後 我来到公寓附近的百货公司的地下美食街吃晚餐 一走出手扶梯 马上一面铺来冰淇淋香甜的香味 左边铁板烧 铿锵作响的热潮声 右边尝尝一排在拉面店外排队的人龙 都让我口水直流 此时正值用餐时段 座位越来越少了 必须赶快点餐 今天我决定吃乌龙面 乌龙 乌龙秘步 乌龙秘步 我知道了 就是今天的那个新闻错 万人空降 乌龙秘步 比起又贵又多人排队的拉面 我更偏好乌龙面 我拿着托盘走进点餐链 队员马上 店员马上招呼 欢迎光临 好吃的乌龙面哦 今天想吃什么 一份乌龙面 一份乌龙面 牛肉 对不起 一份牛肉乌龙面 再加四颗弹心蛋 我的声音怎么那么低沉 一边跟光临有 店员有先惊讶 店员有先惊讶 再度跟我确认数量 没错 四颗 也就是八片 排着碗 沿着碗排一圈 古包的一个男人 妈的 店员照我的指示 在牛肉乌龙面上 放了八片切瓣的弹心蛋 然后 我再加点一颗鲑鱼饭团 哇靠这个真的 食量真的不错 对 结婉障之后 这油龙面的分量并不算太大 不过防身文雄好像有 好像有那个引和我来做东西 因为我曾经有讲过 我比较喜欢吃乌龙面 结果他真的写了一片乌龙面 对 结婉障之后 接下来是重头戏 这家店的葱可以随意添加 所以我大胆的做出奧客行為 我夾了好多好多的蔥 在烏龍麵上 堆得恨天高 把牛肉都掩蓋住 我很愛吃蔥 一個月會有兩三次來這間店 點一碗加了大量蔥花的烏龍麵 我取名為奧客烏龍麵 他還附了圖 真的點了 奧客烏龍麵 奧客 要A口 在充漲價的時期 遇到我這種客人 店家應該挺傷腦筋的 但我今天辛苦了一整天 就是要好好犒賞我自己 絕不容許他人智慧 這是我用餐的神聖信 哇 這個是完全對準時事 神聖信 有配合本頻道 有配合我們這裡發生的事件 下次要寫古阿末的 和心愛體驗嗎 不要吧 今天要講什麼 什麼故事 好煩啊 好 做定之後 早已雞腸露露的網 立刻用湯匙 舀起半顆糖心蛋 與一點點湯 再夾點蔥花放到蛋上 然後一口放進嘴裡 爽口的湯汁 濃郁的蛋黃香 彈食的蛋白口感 與清脆的蔥花 這一口 就是一個浩瀚的銀河啊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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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當家 這是那種那個 這有點那個什麼 那個 十幾之靈的那個味道 啊 暴衣這樣子 然後 我吸一條烏龍麵 亮晶晶的白色麵條 滑溜溜的吸見嘴裡 像是與牙齒鬥毆的交龍 Q彈有盡 哇這個寫得真好啊 就很那個 十幾之靈他們在那邊亂講 那個 就是吃了麵 然後一定要形容啊 然後講好差 太好吃了 今天工作勞累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感覺我明天還能努力下去 吃食物就好啦 我能夠理解 那個 當壓力 以前我壓力大的時候啊 一開始我是看電影 紓壓 後來呢 改成了情境喜劇 就是看六人型那種情境喜劇 後來我連三十分鐘都沒有了 我就開始吃東西 吃飯其實是可以那個 尤其是甜食 對 甜食很危險 這過來人啊 這裡可以坐嗎 哎呦 突然有個女生 來到我對面的座位這麼穩 在擁擠的用餐時段 和陌生人並桌 用餐也是難免的 哦可以請坐 老人啊 就在我抬頭回答之時 看到那巨大的雙峰 包覆在白色襯衫下 緊奔得像是要撐破衣服似的 哇 哇 過肩的長髮染成亞麻色 雙耳掛著淚滴造型的藍寶石耳環 再加上鮮豔的紅唇 與粉亮的眼影 讓它更加成熟美麗 我筷子上的烏龍麵滑溜掉落 驚訝的說 陳慧 你還記得我啊 我好高興 媽的 好像遇到公公 你知道嗎 沒辦法 她坐下來 托盤上的餐點 是豆皮烏龍麵 與牛肉飯糰 碗裡的蔥花與天賦羅穴 只有意思意思的程度 不像我堆得像山一樣高 好久不見了 哇 你加了好多蔥花 看 我喜歡吃蔥 好久不見了 雖然我有我的用餐堅持 但不知為何被陳慧這麼一說 本來感到不好意思起來 人家 陳慧應該是之前那個姐姐那個吧 狐狸女孩子 是嗎 你怎麼會在這兒 今天沒上班 所以來這裡吃飯 算算年紀 她應該二十歲 欸不是 陳慧是那個學生妹 是吧 好像是 二十歲啊 不然那個什麼 如果她姐姐應該比她還大 對啊 從裝扮看來 似乎過得蠻不錯的 這樣啊 你已經出社會工作了 是啊 不過既然還能見到你 真是太巧了 嗯 我也嚇了一跳 你剛下班嗎 是啊 等等吃完直接就回家了 一個人住 對啊 我覺得那個文雄 下一次你寫男男的 可是這樣子大家會有興趣嗎 不過話說回來 我現在念這個你們會有興趣嗎 真是的 你們會有 你們會勃起嗎 不會嘛 對不對 對啊 她笑了一下 回想起三年前跟她的一夜春宵 讓我莫名的緊張 話說回來 那時候你也是 喔這是女生的聲音 喔好 話說回來 那時候你也是煮烏龍麵給我吃 她主動 她主動說起來晚的是 這個字好像有肉子 讓我更加尷尬 那時做的是炒烏龍麵 配料有點陽春就是 但是很好吃喔 我還記得那味道 我有一口每一口的吃著自己的烏龍麵 都有點嘗不出味道了 仔細想想 這有什麼好緊張 都已經過去了 沒有什麼需要掛懷的 我調整心態 對出客套的微笑說 幹還客套 馬的 你後來過得還好嗎 孩子流產 蛤 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個音效啊 原來她在吃麵 喔好 噗 噗 以前是在笑還是什麼的 那種感覺 這樣子 驚覺自己哪壺不開提哪壺 我擦臉從鼻孔噴出烏龍麵 後來發生了不少事情 但那都過去了 至少我現在過得還可以 喔 我一時啞口無言 我想感謝你 那時給了我兩萬塊 對我的幫助很大 真的好娘炮喔 這什麼聲音 哪裡不用客氣 等一下可以跟我去個地方嗎 我想好好謝謝你 這 這也不用了 那沒什麼 拜託 我只是想謝謝你 幹嘛 這個 遇到人妖 她伸手握住我的手 那五顏六色的指甲彩繪非常可愛 嬌嫩的小手 既溫柔 欸對不起 既溫暖又柔軟 好 一個不小心我就答應 好啦這可以練習一下我那個什麼聲音表演 范侯 她帶著我坐計程車 一路上 她只跟我說很快就到了 但這行駛的方向好像不太對勁 不停不停了 車已經開到高級住宅區 幹你可能要被載區賣掉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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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時 只見我們在一棟豪華的住宅公寓前 這個地段 聽說一瓶就要近三百萬 而她 卻毫不遲疑的走了進去 乘著電梯上七樓 看著她拿出鑰匙開門時 我還真有點缺乏真實感 歡迎來到我家 好啦那個李力群可以這樣我也可以啦 真是白 對對 一進房 只見兩房一廳的格局 燈光明亮 家具簡單大方 鋪有幼母地盤 落地窗 視野良好 還有官業植物點綴綠意 是非常舒適的環境 你在賣房子嗎 哈哈 兩房一廳 燈光明亮 家具簡單大方 這樣子描述可以讓人有點想像空間出來 我們要用賣房子的口氣這樣 也是我三十年不吃不喝 也買不起的豪宅 這樣子描述比較可以讓我們這些觀眾 腦袋裡面有些畫面出來 他沒有辦法描述這件事情 對 對 我很驚訝的問 你 住著 而且是租的而已 他笑著說 同樣是租房子 我只租得起四坪大的小套房 橋裡的房間大概八坪 但這間足足有十六坪 這男的怎麼回事啊 你每天幹炮是不是 你不能 你怎麼會這樣子啊 還是你吃東西花太多錢啊 好吧 四坪大的小套房 你看 十六坪 十六坪也沒有算大啦 對 但是應該是被包養的啊 我猜 我很喜歡整理的乾乾淨淨的空間 所以我總是幫橋裡打掃房間 但陳惠的住家實在太棒 竟然有序又一成不然 然後 他從廚房走出來 手上拿著一瓶紅酒 兩個高腳杯 這好香土聚的味道 金家火星 對就有點那種那個 我腦袋裡面突然就出現那種那個 搭出來的景的那種味道 對啊 就是那個 台北烏雲那個 一年都一直在那邊咬 就在那邊咬啊 像馬英酒的男人 最近金家好媳婦都一直在出現那種景 玫瑰紅 是玫瑰紅 你會喝酒嗎 嗯 會 我想不到他會拿酒出來 心想明天還要上班 最好不要帶太久 但看到他又端出一盤生巧克力 愛吃巧克力的我不僅意志動搖 口水直流 不用太拘謹 這些都會為了感謝 這個看起來有點恐怖 好 20歲的女生 啊 很夢幻 你知道嗎 哪裡 其實我沒有幫上太多忙 不 你確實幫了我大忙 我欣賞太誇張了 雖然那時還是學生的我來說 確實不是一筆小錢 但看到他現在穿著好 住的好 難道說 難道說 你是用那兩萬塊做生意 大賺一筆 當然不是 你是講太多 兩萬塊做生意 你媽的 你賣什麼東西 對 到底賣什麼啊 還是說 你用那兩萬塊買樂透 中了頭獎 也不是 那時候兩萬塊 兩個半個月後就用完 他把倒了紅酒的高腳杯地給我 開始說起三年前跟我分開做的事 突然間又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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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個什麼 那個 Dissolve掉這樣 有水波紋的那個濾鏡這樣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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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過那個嗎 你有看過空炮嗎 我知道 空炮裡面就那個 他說這件事很重要 嗯嗯嗯嗯嗯嗯嗯 這件事很重要 幹嘛 沒有意義的 轉場 我知道 關頭特效 好 一開始 他用了兩萬塊住旅館 暫時不愁吃住 但缺乏理財經驗 不懂得省吃減用 即使換掉學生服 想他了 和想找打工 卻鮮少有雇主願意雇佣未成年 又交代不清監護人的成會 於是 他又重複那晚找我原教的方法 陸續 和染金髮的痞子 禿頭的中年人 滿臉橫肉的胖子 與十幾個初次見面的陌生男人 上過床 也在那時才知道 一般公道價約三到五千 所以我那時給的算不少 啊 欸 行情橋橋 對 變成那個社會派的那個 完蛋了 他要變瘋成女子 已經是了吧 對 早就是了 不料 卻被地方的雞頭找上 蛤 雞頭 直接那個什麼具象化 是帶雞頭 恐嚇一番後 被搶走身上的現金 心情膽調的他 趕緊逃離那個地區 其實我覺得那個 韓索羅的裡面那個 其他可能就是會遇到這種事 你知道 對 對 但即使經濟拮据 他也不懂旅館以外的住宿方式 花費甚至 一樣 也是自行交涉圓交 但行事低調的先 直到他的肚子 越來越大 漸漸找不到客人 終於錢花光了 不能再住旅館而流落街頭 他躲避巡邏的警察 擔心會被送回家裡 他與流浪漢 爭奪過過夜的地盤與食物 但個性懦弱 總是搶輸人家 在走投無路時 他曾回來找我 但那時候的我 已經去畢業當兵 撲了個空 就在感覺全世界的人 都能我拋棄自己的絕望中 孩子流產 等一下 這樣子會死人吧 如果你的肚子大了 然後你的孩子還流產 你那個孩子應該在肚子裡面 這應該會有事 他倒在路邊流著血 過了一個多小時後 才有人通報救護者 將他送医 當他在醫院回復意識 發現肚子已消下去時 內心悲痛萬分 醫生說是營養不良 壓力過大而造成流產 已聯絡他的家人 但承惠不敢接到家人 於是偷走衣服 流出醫院 那晚 他身體虛弱地走在街頭 正好看到一個流浪漢 那人曾為了過夜的地盤 而承惠趕跑 現在看到他手上還有一袋食物 承惠感嘆命運不公 明明在幾個月前 自己還是青春洋溢的女通中生 現在卻連流浪漢都比自己 擁有的更多 哇靠 等一下後面怎麼會變這種劇情啊 怎麼 完 變成那個 日本那個寫實 寫實劇你知道嗎 那個 淘金我就給我錢的故事內容 對 承惠撿起一盤工地的腳踩 朝那人的後頭打下去 我該 完 我突然間變動作片了 我靠 那流浪漢一時之間被打得 頭破血流 雖然伸手抵抗 但承惠又繼續打 直到他下會求饒 承惠才搶手那台食物 再踹個兩三腳後逃跑 哇變得好燙 哇 他逃到河邊 把腳材丟到河裡 把食物從塑膠袋裡拿出來 才發現是便利商店的飯糰 好過分啊 他大口咬下飯糰 干涸的喉嚨讓他吞咽困難 仍努力吞下米飯 他嘗到一點點鹹鹹的鐵味 那是流浪漢沾到他手上的血 他伸疏舌頭 把血舔掉 不願移食一點營養 哇 What 回想起剛才打人的情景 他噁心的想吐 但雙手捂住自己的嘴 不讓回伸到猴頭的食物吐出來 深呼吸幾口氣後 他仰望著無心無躍的夜空 摸著平坦的腹部 擦掉停不下來的眼淚 對著自己愧對孩子 與無情的夜空發誓 未來 就算是撒謊 偷竊 欺騙 甚至殺人 也不會再讓自己飢餓 這不是 這不是亂世家人嗎 音樂都跑出來了 你知道嗎 我很喜歡那一段 我覺得那一段超酷的 那女的超大 沈慧 是個像狗一樣的女生 從小就被教育聽從命令 隱忍所有的不滿 但那晚 他變成了狼 不惜與人相認的狼性 許使他獲得所有想要的一切 他解釋地方黑道 開始在酒店上班 其清純的外表 與得體的應對 吸引不少高資產客戶進購 甚至有身價上億的企業主 抱養他一段時間 但經過教訓的成慧 並不因此揮霍成性 反而從這些成功的企業人質身上 學習理投資理財 欸等一下 這個不是那個什麼 這一段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欸什麼什麼 解憂雜貨店 對吧 解憂雜貨店的一段高中的那個什麼 那個酒店妹 然後最後 接下來將會經濟起飛 你要學習 對 大陸版的呢 就是 接下來我們中國會強大啦 接下來你要學會 反得到啊 本就是優等生的他 擅長學習與稱讚客戶 懂得重重發掘情報 甚至掌握到內線交易 而賺了不少錢 等多兩年 他已有了上百萬的資產 接下來要買下古兒院了 對 我靜靜的聽著他的故事 那些滿是同情 他那強顏歡笑的面孔 已不負當年的純真 甜美的少女嗓音 一字一句 卻充滿了幾度辛酸的創造感 在20歲這也太誇張了 覺得炒股可能更快一點 不過那個 我之前有介紹過那個 那個一個AV女優的節目 那個有幾位AV女優 他們那個人生經典 其實都也也都蠻高潮起伏的 那種明明才20出頭 但已經長得很成熟很成熟 其實是會這樣子的 是 所以是 做愛可以讓人變成熟 不只是做愛 有些人做愛做很久 還是像小孩一樣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群交可以讓人變成熟 幹 對不起 這都是歪的結論 對不起 幸好那時曾遇到你 讓我相信這世上 不對這是女生的聲音 幸好那時曾遇到你 讓我相信這世上還有好人 你過獎了 我並沒有那麼 我回想起那時候 如果我收留下陳慧 會有什麼不一樣 那時候的我即將畢業 沒辦法留在她身邊 不 任誰都不可能在那時收留一個初次見面 又懷孕的女生 然而聽完她的遭遇 我想如果那時能多給她一點幫助 說不定能保住孩子 可能嗎 我不知道 對阿 我覺得其他那個韓索羅奇拉 應該很可能會是這種狀態 一個女生要在短期內爬起來 一定要犧牲超多事情 這是女生的講話還是我講話 這是男的講話還是女的講話 阿斯 幸好現在還能找到你 我看向陳慧 她那異議深遠的微笑 她那異議深遠的微笑 似乎讓我手上的這杯酒 不再單純 喔 我寫得不錯啦 只是我覺得 怪噁心 也說說你的事吧 我想多知道你一點 她把我快喝乾的酒杯珍滿 問起我的近況 我一口又一口 喝的酸甜 芳香的紅酒 說起我工作的地方 愛吃的東西 最近著迷了電視劇 當然也提到現在的女友喬莉的事 一口紅酒 一口生巧克力 再加上陳慧 善於稱讚與問話 劃得一不間斷 酒也喝得更順口 就在我看向時鐘 考慮該離開的時候 我卻發現 自己竟然勃起了 靠北 為什麼會勃起 你怎麼了 被嚇要了 什麼 What 剛剛那個對 那個氣氛不是勃起的氣氛啊 喔 陳慧就坐在旁邊 一旦我起身 那會相當明顯 我悄悄地深呼吸 試圖平復自己的小弟弟 但陳慧卻越坐越近 他甜美的髮香 與不知何時解開的上衣扣子 讓我的視線 難以套脫那雪白雙風之間的深垢 我們兩人 臉旁越來越近 直到親吻了彼此的雙唇 我才感覺到 體內悶騷難耐的情欲 早已沸騰了 他雙手 摟住我的後頸 巨大的乳房 壓到我胸口 他的呼吸 體溫 氣味 都是那麼誘人 這邊是不是要講得 有點撐不住的那種感覺 是吧 看一下 試試看 他雙手 摟住我的後頸 巨大的乳房 壓到我的胸口 他的呼吸 體溫 氣味 都是那麼誘人 陳慧 我抽離他的嘴唇說 我剛剛也說過 我現在有女朋友了 話還沒說完 他卻伸手握住我的腳底 即使隔著褲子 也讓我忍不住抽動了一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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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有點恐怖 對阿這女的有點隱膽 很可怕 他想要 掌握他嗎 這次要變成孔子 喔這次 他本來是狗現在變狼了 OK好 對 他見過橋裡 對阿 是那天在超市的時候 有一點忍不住的聲音這樣子 好啦我把聲音 我把那個臉關掉是對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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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比較好還是我 他把我壓倒 他把我壓倒到沙發 快速脫下白色的襯衫 露出被黑色的蕾絲胸罩 包袱的是豐碩果實 或者要不要先試完再說 哈哈哈哈 哎呦 真有這種 真有這種厭遇就好了 你知道嗎 這時候不做的不是男人啊 對 對 呃 蜘子 幾分鐘後 我感到全身酥軟 只有肉棒有力的肩挺長 我被脫光衣服 成會以全身赤裸起到我身上來 他的胸部不以前更大更壯觀 躲在長髮下的乳頭若隱若欠 他充滿母性豐美的肉體 多了一絲錦食 是更為健康的肉體美 他的腰圍 臀部 臂膀 小腹與大腿 都相當白皙柚的彈性 這個九戰之身果還是不一樣 很好很好 你們那個文雄知道最後還是要來一下 不然前面講那麼悲慘的事情 然後還吃個飯 之前遮掩蜜血的黑森林不見了 絕代之人是招搖如花開的陰蠢 招搖如花開的陰蠢 因為他馬毛剃的 對 剛剛一開始就有講 那剛剛是倒序 很聰明啊 他有做到那個劇本 我之前講的劇本的事情 你知道 你前面一定要讓人家先驚慌一下 然後先高潮一番 然後接下來 緩下來講故事 然後最後高潮結束 你看 完全那個聰明 我講到哪裡 OK 講到陰蠢 講到陰蠢 對 還來不及之後 還來不及陰蠢 這邊我培養一下警局 我還來不及仔細欣賞 他早已把我堅挺肉棒 塞進了 呃 十字 對 他早已把我堅挺肉棒 塞進了濕熱的肉血中 他的大腿緊緊的夾住我 緩慢吞吐我的肉棒 他緊實又火熱的包覆感 好像小弟弟又融化版 隱密的議題 滋潤我的陰謀 甚至留過我的陰囊 鋼門 在沙發上流下水痕 欸 這很難清啊 所以我們剛剛有談過這件事啊 對 那個如果在電影院裡面發生這件事是不好的 對 對 那個 公讀生會 阿 什麼 誰 誰 公讀生會很困擾 對 好 好 還要繼續持續那個情緒的 對 我想阻止他 卻又不想停止這快感 回想起喬莉的眼筒 又不斷的看著成會舒服的表情 漸漸的 不想思考 不想忍耐 不想壓抑 然後 我終於他的 我終於在他的身腔內噴發 對 因為我現在在想的是那個 日本的一些聲優啊 他們 其實他們 Edge Game裡面啊 他們那些話都不太可能 一直講話 可是他們還要 展現那個情緒 那個 女生常常在那邊 什麼什麼 講好長 可是他們還要有情緒喔 好 我們應該要練習這樣 我呼吸急促的 在那快感中 試圖抓住內心的瓶頸 但小弟弟仍然不願低頭 在成會的體內 像是要頂破窮藏般直立 好大 火山爆發 對 成會又驚又喜的說 為什麼你要 你要做這種事 就為了想感謝我 這好像是重傷還是什麼 這不是不是這樣子 剛剛聽起來好像已經 剛剛好像是受傷了 不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做這種事 就為了想感謝我 這是疲憊的聲音 好 我們多試幾種聲音 這算是一種練習 你們爽我們也爽 好 只見成會 雙手撐在我臉旁兩側 髮絲如瀑布般流泄而下 他俯視著我說 我喜歡你 即使睡過幾十個男人 唯獨你的溫暖 你的溫暖 你的氣息 我永遠忘不了 他的淚水滴到我臉上 滿是喜悅的說 我找你好久 就算看到你身邊多了一個女人 我也不再忍讓 我只要你 然後 他熱情的親吻我 雙手牢牢抓著我的臉旁 下半身 包兒肉旺更往深處壓 我看不到時鐘 但似乎是趕不上最後一班捷運 嗯 不錯耶 這篇故事不錯 但是 都是搭捷運的男人嗎 對 現在的那個上班族是搭捷運上下班 很多 在我那個年代是騎摩托車 好啦 這是一個那個東京愛情故事的那個 台北版的感覺 因為他住的地方真的好小 你知道嗎 對 這個女生 我不知道小黑還在不在 可不可以把它畫出來 亞馬射的女孩子 大胸 但是那個大胸 我覺得大胸不應該大到太過誇張 你知道嗎 對 我一直都覺得 我不曉得啦 那個安西不是在當那個漫畫的那個 當然沒有辦法編劇 對 但是我其實一直都覺得那個 女孩子的胸部不能夠大到超過那個什麼 到時候正常比例 不行 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上週聊的那個那一位咧 那Mandy Mandy 你覺得她的大小是 Mandy是 就童言巨主那一位 喔 那個還剛好 那還剛好 因為她那個是正常的 她已經很大了 她對 但是她還在 正常的狀 有點大到好像 要垂下來那種 那個什麼 垂到肚子上面的那種感覺 已經比籃球還大 你知道嗎 對啊 雖然她那個真的是還蠻大 但是她的那個大 就是還沒有超過一個臨界點 像是那個 有一個那個什麼 最近有一個大胸部的女孩子 梅里嗎 什麼什麼梅里 忘記了 雖然她臉長得很像鄉下女孩子 對 但是她的胸部真的是大到一個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巧妙的狀態 她身體更激瘦然後胸部又大 然後你卻又不會覺得她失衡了 我覺得很特別 你知道嗎 但是我又嚴重懷疑那個應該是後天的 有點有點不可思議 就是太難達到這種狀態 一般漂亮 一般大胸部的女孩子 好像手臂會比較粗一點 嗯 那她竟然能夠做到那個什麼 每個地方都是細的 然後可是唯獨胸部大 不是沖田杏黎 沖田杏黎其實有點 就是有點超過的狀態 對 那個叫梅里嗎 等一下讓我查一下好了 對 拿出 拿出 iPad 找一下我的那個 找一下我的低潮 對不起 低潮 你覺得她現在公開你的低潮 下週有什麼電影可以要的 下週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下週好像是那個 八面零龍嗎 唉 對 我今天才看了八面零龍 那看起來下週那個 可以聊其他事情的時間比較多了 下個禮拜有一件事情 因為下個禮拜第一個小時會做一個那個 呃 座談 對就是有出版社出了一本書 那那個就要看那個什麼 算是做個座談吧 就他們有找到一間人 看過這本書的 有科 誒 科幻科學網 誒是嗎 是 是 科 忘記他名字 誒什麼什麼網 科怎麼網 忘記熊 熊熊這個什麼 都已經忘 就已經那個 跟你合作的喔 是跟我合作的 但是我那個什麼 現在腦袋不是很清楚 哪一本書啊 哪一本書 等一下讓我看一下 直接看資料 這個請不要那個 逼我把這件名字背起來 因為我其實不是很在意這件事情 對這不是說不尊重你們 只是我平常 這本來就不太容易去記這種事情 對不起 對 就是事情多了 這件事情就變成不是 對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我講錯你的名字 請不要 請不要在意 這是 我一直跟你說跟對不起 對 對 等一下我看一下 哪一個哪一個 我就想說 下禮拜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去東京 看那個 喔 可以的 對 下週應該時間比較 應該時間上 跟內容上應該是ok的 對 然後還有泛科學的編輯 對 對 牛龍圈嗎 對 是的 現在早上出現 沒有 這個禮拜看了很多事片 其實好像都是在 下週才上 可能 因為這個禮拜想要躲那個 住了幾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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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什麼 沒人愛小姐啊 時尚鬼才 麥克坤啊 冠軍大叔我還沒看 然後 還有那個沙拉巴拉斯 佛朗明哥的呼喚 但是這些其實都是 不用 我其實是不用講太久 對 所以那時候應該是可以 那個應該還是有時間 講 那些事情 而且那可能可以是 那是深夜 那是深夜話題嗎 下禮拜可能會看一部日本電影的事件 好啊 你有興趣想要來聊就來聊 那那個 如果時間上不能配合 那也不要勉強 就是好好休息 那還是吧 OK 好啦 講完 講完黃文 太多人覺得噁心 瞬間掉了一半人 你知道嗎 美股朱里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下 等我把這件事情解答完再結束 但是我沒有特別喜歡他 我看他的那個片不會有反應 因為他 當他被戳的時候 那個表情 其實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這真的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當你在看A片的時候 有的時候 就算是美女 你也不一定會有反應 但是他真的那些有些女生真的很漂亮 可是很奇妙 就是 就 沒有那個情緣的氛圍 就感覺起來他只是在忍痛而已 就感覺起來他只是在忍痛而已 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好啦 連這種事情都會分析 好像也是很正常 只是一般人不會聊這件事情 對 等一下 太久沒看了一片 沒有最近迷上的美穗奶 就是他 太漂亮 太漂亮了 然後又去拍五馬了 嚇壞我 讓我覺得很很驚人 對不起 不是月夜里沙 集穿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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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玩得很瘋 但是我覺得他 就是很特別他的身材真的太好 那 可是他的那個爆牙跟他的臉 都 有點問題 沒有他如果他如果那個展現出小家碧玉的樣子的時候其實還蠻可愛的 可是因為他 我覺得應該很少人能夠那個什麼就是把那個做愛的那個表演全是好 所以有時候這個東西的訓練又每個人又呈現了自我解讀然後再加上那個片商啊 其實不是很在乎他們的演技 他們只要他賣錢就好 所以並不是有些人的演技好但是不能傳承 像那個誰啊我覺得 那個什麼 有好的都說愛田友 愛田友其實就是一個性愛表演非常非常強的一個演員 就是你看他搖你搖到那個你光是看他的那個浪的樣子 你就會被挑起情欲 然後雖然你知道他在演的可是他實在太浪 所以你就會覺得 哇 這女的好厲害這樣子 對 可是 嗯 但是那個 這種事情不是 變成是每一個每一個女優他們自己去 感覺 他們自己去 從他們做愛的那個經驗裡面 所以有些人演得很假 有些人明明漂亮可是那個什麼 然後該的才超大聲就是一聽就 就覺得就我沒有辦法被聊起來 之類 他有一些人只是讓我覺得他好像 也許他演得太好 就讓我覺得他好像真的很享受的樣子 對 像那個誰啊 辛美梨香 你知道 好啦 其實突然間晚上來給A片那個什麼 最後的那個討論 你知道嗎 辛美梨香有一支影片叫大亂交 然後我那一段突然間覺得我好情欲喔 你知道嗎 就一群一群男人然後那個時候輪著上他這樣 然後一邊順便把衣服給他穿起來這樣 當他穿起衣服的時候我突然間 沒有 看的時候就無法忍受的激動 你知道嗎 就覺得好淫慧喔 就是好 那個什麼就好淫迷的感覺 可是淫迷就讓我覺得好那個好被噴浪的感覺 然後他就 呃 就是被戳到那個什麼 感覺起來已經很陶醉的感覺 但我並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歡 你知道嗎 因為有的時候 這可能是一種表演 然後男生是很容易被女生騙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這個是我一點點無聊的那個什麼 因為我看的其實是不多 所以我 我只能夠 這算是可能就是 長久看一兩年以來 我藏在心裡面的整理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沒有我沒有辦法像看電影一樣 然後會花那麼大的功力 花那麼多的功夫 像 像 《卓國際世界》我還想了五個鐘頭 其實就算是寫影評也沒有 做這種事情也不太尋常 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有人A片看到說 每一個小時每一分鐘細節都仔細看 我反而會覺得這人有問題 沒有我覺得也不是應該 還好啦 我其實覺得不會覺得他是有問題 但是那就是要看你的表達能力 因為有些人 會被人家覺得奇怪 就是因為你表達能力失當 所以人家才會覺得你很變態 有的時候你要講的是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講的事情 並不是 並不是問題 你知道嗎 而是你表達方法很爛 你知道嗎 這一點好 這一點我可能要跟一些那種 常常被人家認定很窄的人啊 一點一點那個意見 就是有的時候其實還是因為你表達的方式 對 對 像我個人其實 我不知道你 大俠可能有感覺 我其實是一個我其實還是有宅力的 你知道 我常常抓到某個點 然後我就會突然爆發一講話這樣子 那只要是宅的人多半都這樣 因為你那是因為你們對一件事情都 都很有愛 所以可能一講到你 愛的事物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要分享 對那 可是 表達還是重要的 你要還是要去注意說 對方有沒有要再接受你的東西 如果對方沒有接受你的東西 那你的行為其實有點跟 騷擾 呃 跟拉保險的業務很像 對 只是你現在講的東西是 可能是動畫 可能是電影 可能是成人的影片之類的 或是成人的模型之類的東西 那 呃 你就會燒 對方就會不喜歡你 而且對方會覺得你很討厭 對 然後最後呢 他不理解你接下來就是會講你壞話 對 就常有這種事啊 所以有些人 像我就曾經看到 明明他也是在跟他的那個同好 矯正的那個人就是一副就是很討厭他的樣子 對啊 那 問題是什麼 你的表達方式太過急促 太過適當 然後 你對別人造成壓力 人家就想要倒 人家想要討 對 對 我其實 我應該也曾經 我覺得我現在也可能也是這樣 哈哈哈哈 我每次弄完以後都很怕說 我是不是讓人家覺得很煩啊 你知道嗎 對 好吧 一點一點小小的那個什麼 深夜的那個什麼感性分享 呵呵呵 好啦那個時候 祝大家晚安啊 對 那個時候穿著浴袍的男人要去睡覺 好啦 晚安 拜拜 晚安 晚安 嗯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哦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從小生長在古外邊 還有許多小朋友 小情小愛又強烈 這裡的人情最溫暖 這裡的人們最好唱